这里看护堂白面时间二年一年7月9号的傍晚 我们接着讲内卷的大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明显的 深圳中介看房地产 另外一个板块出于谁样的一个结果 这都是内卷产生的 惨不忍睹 深圳中介倒闭潮 贝壳都撑不住了 门前凝落 安马熙 说的就是最近的深圳楼市市场冰冻 成交低迷 降价平线 中介难支 至208新正后 深圳市场如一片死水 别说石头 放炸弹都不见有水花 中介纷纷痛声大呼 几个月开不了一单 快坚持不下去了 目前深圳正在掀起一阵中介倒闭潮 这是OK啊 中介倒闭潮 这是肯定的波及道长 这大家如果中介好 那么房屋就兴旺 中国有一个特点 你看哪个行业兴旺 哪个行业一定是暴力 而且现在的交易好 暴力 所以大家就会过去 一窝蜂 就前两天讲到的 有人讲犹太能开店 你开个家庭站 他边上开一个小吃店 这边开一个百货公司 那边再开一个什么鞋店 就是隔十年 隔几年就形成了一个小城镇 中国就不是 中国你开个家庭 我开第二个 你开第二个 他开第三个 就是这样的 都是大家抢 我们讲的抢 他没有合作精神 互相踩的精神 所以这次本身中国这个文化 就是内卷的文化 所有东西 商君树那样的东西 就是内卷文化 高压下面情况 他没比方跑 什么叫内卷 就横向的搏击 横向的搜刮 就变成了一样的 形成一个内漩涡现象 好 下面这个讲到的是 鲍鱼问题 鲍 不是 网友 头鱼问题 头鱼问道 两个重要变化 寡头经济受控 和地产经济转型 不能等到大雪封路 才知道冬天到了 第一 腾讯阿里业绩很好 但都在持续下跌 阿里从去年 320跌到了200 就320块 大概跌到200 就是腾讯 也年后从707 跌到了530 530 这也说明一个趋势 那就是资本寡头的 自由宽松时代结束了 需要更多的约束和监管 寡头经济的时代 转折点到来 资本寡头 叠加互联网 确实太厉害了 赢家通吃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以前可能每个急症 甚至每个春头 都可以有个 做小商店或小商品的 但互联网电商 直接让全国就少数几个 就剩下少数几个 这对就业和多样化带来巨大的打击 而且这种寡头经济带来资源持续集中 带来巨大贫富差距 头部企业动额 动额几百万年薪 普通人几千块 这不是共同富裕 而且资本过度庞大 会带来很多不能说的影响 又是泰山又是湖半 湖江山之类的 你是你能玩的吗 滴滴啊 蚂蚁金服 其实都是刚开始 当初蚂蚁金服 刚上市前夕 媒体都在分析 带来多少千万富翁 杭州房价涨多少 这些带来严重的社会焦虑 也违反了共同富裕的纲领 往大的说就不得了了 所以那些想着过几天蚂蚁 又上市的愿望 可能要落空了 第二 另外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地产 地产巨头股价也在跌跌不休 万科三四跌到二三 恒大都快每米下锅了 华夏幸福也在苟延长长 即使每个季度都发营业 好数据也没用 地产行业也进入了巨大变革期 过去依赖土地发展城市的模式 带来严重后遗症 如贫富分化 都爱投机炒房 劳动不被尊重 实体经济萎缩 当时还觉得无所谓 到现在婚育跳水 婚育跳水 离婚的多 生孩子少 躺平崛起 老子不陪你玩了 你爱咋卖方咋卖 可能还有物价上涨 都慢慢出来了 深圳一个西瓜四五十 这些问题给社会可持续发展 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继续玩下去的话 要上史书的 盒子上史书 他们才不管的 他眼下最迫切的 就是喋喋不休的生育率 这波低生育率 出生就影响 婴童市场 妇产医院也低迷 上学就影响教育 行业影响教育 老师岗位都严重过剩了 工作就影响生产和需求 结婚继续影响婚孕 反复循环漫长的需求 萎靡不正 萎靡之路 他也不是萎靡不正 萎靡之路 低婚 低婚育靠山瓜两枣 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统计局也无能为力 自作从年初推迟到五月份公布 改善低婚育 必须动地产 关于地产玩法 变化传闻很多 眼下最直接的就是 打击学区房和限制二手房交易 学区房相关动作很多 北京最 竟玩的最热闹 直接大学区打散摇号 让学区房失去价值 二手房房贷的限制 也会长期持续下去 深圳武汉都明确了 那就是新房支持 按揭二手房很难 20年房龄的 就不做按揭了 未来二手房市场会持续冻结 遥遥无期 慢慢就枯萎了 少量的交易 也通过互联网实现 中介之类的慢慢成为 成为一个消失的行业 如股市的黄马家 报单元一样 如惠州 大雅湾这样的 二手房不做房贷 必须全款 二手房市场基本冻结 惠州 二手房比新房便宜三成 也没能要 这样可以抑制投机 还能促进新房需求 多卖地 投机炒作了 反正也不缺钱 国家也不担心 你没饭吃 房子就留着出租吧 而且越是投机 需求弱 房价越不涨 越需要出租 弥补收益亏损 因为以前涨价不差钱 不需要出租收益 空着就空着 需要出租的越多 房租就越便宜 至于土地收入 一方面靠新房 一方面也是没办法了 总不能一切昏运上不去 一边昏运上不去 需求萎靡 一边还去卖房卖地 事情总有个轻重缓计 不要幻想什么 继续宽松 拿也糊了 地产股价已经给出了结论 这个他分析的比较透彻 我们讲到这个 这是提醒大家 所有的内卷都是走向一个不归路 崩溃 我们讲到 下面网易新闻也谈到 深圳二手房 二手住宅成交数据 这是讲到的成交数据 弄了一个表格 深圳二方成交数据 下面是一个日期 2020年 日期下面 重要信号 广深航同步出现大跌 一二线楼市要变天了 这是一个信号 下面还有网易新闻 也是讲到房子的 独家三道红线 四点房企 商票被纳入监控范围 央行要求每月上报数据 他这里面出来的一个房企 商票 我们不清楚 房企商票 什么意思 下面还有一个网易新闻 也讲到 他说岌岌可危的 房企商票 岌岌可危的 这共产党玩的一个新花样 估计也就没戏了 下面这个更实锤 青岛房价三连跌 四万草房客被套 青岛楼市六页最新青岛楼市数据 这个我们就不念了 他也没提供 下面一个 下面有一点 我们就讲了 楼市房价 这是一系列 好那下面这个视频 大家看的话 我们讲到 我给他念吧 他光放音乐也看不懂 我们就根据这个情况念一下 第一页他讲的 租三角楼市一夜入冬 深圳业主为卖房各种招数使尽 有的房子直接降价八尺 能无人问津 深圳业主 就讲到这个 这是第一封面 第一封面 我们看看他还有什么内容下面 操作 你涨了 我要涨 你不涨 我拉你上涨 小区垃圾桶换了 房价要涨 深圳处理好 看不懂也要涨 房价不涨 制造热点 维权也要涨 只要口号喊着想房价就能涨 这深圳业主 讲到这个大家忽悠 这是一降价八尺 也无人问津 这是第一页 第二页 第二页就是这样 一片 我们看看 深圳六月份二手房住宅成交不到2500套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六月份广州二手房成交不到3000套 整个黄埔只成交了300多套 偌大一个广州 一个月不到3000套的二手成交量 说明楼市轮动定律已失效 下面广州13家主流银行 已有八家停贷二手房 剩下继续审批的难度俱增 批下来需要半年以上的放款周期 二手房都不给贷款了 还怎么买卖 放款周期接近一年 谁还愿意卖房 没错 放款周一年没能卖房 这个都是现实的一个环境 第三个 佛山三月下旬 信贷和资格审查开始收盐 很多外地投资客陆续被卡 四月下旬楼市热度有所下降 五月份楼市转温 六月份楼市变凉 珠海和佛山很类似 只是比佛山起势晚一个月 四月爆 四月爆跌 五月温 六月凉 比佛山时间更短 三个月走完全流程 广州 佛山 珠海 丧切如此 更不要说赵庆江门这些三线城市了 连跟涨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直接掐灭了 它是因为涨的话 它是这样的大水 往小河慢 一点点 它需要有一个时间延续下去 然后 它现在太快了 周期太短 时间太快 所以底下还刚想碰上 还没碰到边 上面又变了 还没碰到边 又变了 那么你就知道了 所以六月的岩项 珠三角市楼市已进入 提前进入冬季 下面网友看不太清楚 这字太小了一个 我们讲到下面一帖 然后下面一个 最近南山犀利某业主卖房 朋友圈极占的信息刷遍了深圳地产圈 为了卖掉自家的房子 业主使出了三大绝招 可谓是前无故能后无来者 他说拉中介微信群 满200人开始发红包 只限房产经纪人进群 第二 转发朋友圈 集赞获大礼包和现金红包 集赞88人可获数据线 集赞188个可获登山背包 最高集赞488个 直接给660元现金 第三 有效真实待看 奖励现金 红包带美味饮品 这个没用 他就其实说白了 这些所有手法 就希望这些人去帮他介绍用户 你现在是用户 那个购买者少了 难度加大 你比方说 1000大王只有一个购买者 那你这些后面 这些用处没有用 这只是说增加了你的成本 反而增加你的成本 我们讲的 这叫大事 我们讲的 好 这是一个方面 下面我们再看看其他 刚才讲到的房地产 下面再看看其他方面 这个是讲到的是各奥迪特许经销商 这是奥迪经销商 他说受全球疫情影响 奥迪遥控钥匙芯片产能不足 自2021年7月5号起 下列国产奥迪车型在交付时 仅提供一把遥控钥匙和一把机械钥匙 此受影响车辆可通过新装备号 SOP识别 待产能恢复后 一气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将及时补发 遥控钥匙行动通知 由经销商为用户交付第二把遥控钥匙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与国产车产品营销室联系 这个就不得了 这就是说芯片完全卡住了 汽车遥控的 遥控的钥匙的芯片都没了 你想想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芯片 汽车遥控 那是最简单的一个小芯片 这都没有 紧张起来 大家可想而知 是一个工业产能会变成什么样 好OK 这是内卷的一部分 下面还有网易新闻 这个大家是耳熟能详了 交通罚款撑起三分之一地方财政 一个路口罚款收入1.2亿 刊比印钞机 这个就是给大家提醒这一点 大家知道 下面还有一个网易新闻 然后讲到成本上升 财政吃紧 全国多地大幅上调 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 这个都是内卷 内卷的公办大幅上调 这个是只是告诉大家通货膨胀的前奏 后续通货膨胀会瞬间的爆发出来 更之厉害 成本上升 财政吃紧 全国多地大幅上调 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 那讲到的 他这里面讲 现行标准 省一级的是800 市一级的700 未评论区的是600 678 然后理调整标准 省一级的变950 市一级的变850 都涨150块钱 地方级的750 都涨150 同条 调整幅度 省一级就19% 市一级21% 那么 卫平级的25% 基本上都是都涨150 那么你原来收费低了 这就算涨得高了 四分之一了 然后假期保交费 原来省一级是60 现在市一级53 地方级的卫平级47 这差不了多少钱 上价差6块钱 这个你想 幼儿园也开始调 这跟名声紧密相关的 最终都要收费 好 下面更重磅的 这是前两天的 我们今天放过 楼继伟 楼继伟说 中国财政形势极为严峻 这是中国官方出来说 财政形势极为严峻 啥意思 我提醒大家都到了崩盘的边缘 所以我们讲到 他能不能支撑到明年 都是一个大问号 网易新闻讲 发改委官员说 形势严峻 我担心中国要为此而付出 沉重代价 网易新闻的另一篇 大家知道越来越严重了 半导体圈讲的 他的年勇提醒 美国其实是一个制造业大国 美国从来也没有放弃制造业 如果我们中国对这个认识不清楚 天天忽悠新概念 我估计中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发改委官员说 形势严峻我担心中国要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 这是年勇国家发改委 产业司 原司长 形势严峻 我担心要付出沉重代价 OK 好 下面 这个估计是更重磅了 河南 湖北 江西 将停发公务员事业单位的 急效奖金 某线要求已发放的全部退回 这个就是更奇葩 这是什么信号 请大家评一评 三个省开始了 急效奖金 奖金开始停发 已经发的要收回 这什么信号 下部 它内卷是一层层来的 最底的就没洗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一定要把你的钱 赶快从银行该收取来拿点现金 最好换硬货币 你不换的话 基本上到最后 第一波它是这么收紧收紧收紧 收到第一波不行 它大规模的印钞 那个收集一下就冲击掉了 两个层面 第一个让你货币收紧 第二个就 其实现在大规模印钞还在进行 进行大家 这是一个河南 这是河南省平时考核奖1480 暂停发放 这下面的 它引用的这方面东西 河南 其他两个省也是的 它是各乡镇街道 县委各部门 县各职 县职各单位 按市委市政府通知 2021年6月7号以后 全县所有乡镇街道 单位停 发放在职人员 还有部门 力量可以暂缓的 综合治理 文明节能等各种奖励性资金 必须在2021年7月7号 12点前 无条件退回给本单位的财务 由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 统一交交到县财政指定账户 县委县政府要求必须征造 市委市政府通知精神 严格执行到尾 这两个一个是停发 绩效奖 第二个是追缴 追缴过去的绩效奖 OK 下面还有一个网易新闻 八大投资专家 罕见发出一致警告 准备迎接史诗级大工盘吧 这是来自于财联社 财联社上海 迅拍大空投 电影原型 麦可 巴尔德和传奇投资人 Jeremy Grensam 正为金融市场的毁灭性崩盘 做准备 相信他们绝不是唯一警告 泡沫论的专家 当前有不少投资界人士 都认为政府刺激计划 引发的疯狂投机 不可能永远支撑资产价格 以下是八位顶级投资专家 最令人震惊的警告 他是大空投原型 知名对冲基金管理人 这麦可 这下面文章 我们没看到 我们没看到 这一点希望大家了解这些东西 应该有这个文章 我看看有没有 没有 我们就按这个信息提醒大家 准备迎接史诗级班的大崩盘 这是一个OK 这算是一个信息 我们下面再讲第三部分 OK OK